《大香港主義》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拍到第四節的《大香港早晨》 今天資料的話題真是 我看到覺得有些好笑 是啊 今天只是說窮人 是啊 因為最近經常都說劏房 什麼食切房 柬埔房 那個話題 然後之前一直在討論 究竟哪些人可以快點上樓 哪些人要怎樣排發 之前不是已經說分多了比例 給那些住劏房 不食切的劏房的人 可以去住那些 簡約公屋 不是臨時中轉那些屋 那些 附近那條窮人那條村 那些這樣的屋 就是在爭論究竟哪些人可以上樓 究竟那個次序是怎樣怎樣排的那樣 那 就有這個 有這些阻礁組織 是啊 你看到有組織去 他幫那些劏房的兒童 檢查脊椎 然後看到這個人會不會是社區組織協會呢 真的是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說發現九成有問題 當中四分三人頸椎傾斜 呼籲政府安排他們優先上樓 首先我想說 你沒有檢查那些不是住在劏房的兒童 所以你沒有一個對照組去做比較 我覺得你要檢查那些不是住在劏房的兒童 因為我相信香港人 就是脊椎有問題是 很多很多香港人的通病 哦 他講到好像就是關他們 他的脊椎有問題是關他們住劏房事 可能是 但是你沒有對照實驗 是啊 你沒有對照那些不是住在劏房的人 你相信不到我 他講到因為他們住得小 因為他們要睡樓架床 還有你講到九成有問題 那麼嚴重 我應該出家見到那些孩子 全部都 哈哈哈哈哈哈 應該總有一些是這樣 九成有問題 總有一些嚴重個案 但是我看不到那些孩子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很多都是我過去的 按他那個形容 是不是 是啊 還有香港這麼多住劏房的兒童 是啊 四分三人頸椎傾斜 你那個那麼嚴重 我應該出家一家就是 哈哈哈哈 至少去那些可能窮一些 那些 深水埗 深水埗是不是應該有很多孩子 是這樣的 深水埗是不是全街都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他們住得很慘 我知道 我也覺得坐得不好 又對腰骨不好 那 是 但是 不是 我不覺得是至限於劏房的兒童 是 是不是這麼嚴重 他就說 找了幾個 找了幾個年輕人去訪問 開記者會 這個就讀中一的Andy 是的 和家人住在70呎的劏房 這樣 都挺誇張的 70呎 哦 那他這個之後就應該是不適切 是嗎 我想應該怎麼都不適切的 70呎如果住多於一個人 是的 70呎住一個人我覺得都不適切 都不適切 他是大過車位少少 哈哈哈哈 是的 70呎 70呎我覺得 你那裡應該我只可以放到我的腳進去 哈哈哈 他就說平時都很難坐直 不過其實這個有點不太明白的 就是我不明白 你那個赤穿打橫 不關 是不是高度 是的 我就是理解不了了 不關那個頂線的 他不會因為那個 他不會因為那個 這個區域小了 他連我高度都縮矮了 哈哈 你好像說到那些房子小了 就會好像E比例 你縮小 哈哈哈哈 我相信 大家的樓底 矮極也有米8吧 矮極也有8呎的 應該是正常的 是啊 哈哈 起碼我不覺得那個樓底 矮到那個小孩 沒有地方坐 沒有地方站 除非你的小孩很高 就是你的小孩有兩米高 你的小孩有兩米高 你就要打籃球養家了 哈哈 如果你的小孩有兩米高 那住很多屋都會覺得很頂頂 還有之前其實有個研究是說 你家屋有多大 那小孩的衣服都會多大 嗯 哈哈 有個世界的研究 就是你的空間大一點 那小孩都會長得大一點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比較緊急一點 是啊 那他就說 他在樓架床那裡坐直 就剛剛好撞到木板 那我想他應該是下格床的意思 我想說 香港很多人睡樓架床 就算不是住劏房也好 是啊 哈哈 就是有些 就是香港本來的居住環境 就算不是劏房也好 都是比較小的 通常如果你是 可能兩兄弟或兩姊妹住一間房 通常都是分樓架床的 嗯 哈哈 那他說 頭撞到硬的東西 正常就會很痛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他這句說 他有點蠢 哈哈哈哈 再加上他有些香音 我覺得最棒的是 他找來開記者會的小孩 全部都有香音 這個左膠協會 他只是幫那些有香音的人 是啊 我覺得他害救他們 你找來開記者會 找個沒有香音的 哈哈哈哈 你搞到那個中一 你搞到那個中一的小孩 好像低能 是啊 雖然我知道中一的意思 他剛剛讀了中學兩三個月 是 剛剛小學生 你和中一生 和小學生 沒有什麼差別的 是啊 但是你不要給那個中一 然後有香音 他講了好像低能的人 在那裡開記者會才行 哈哈哈哈 我在那床床坐直 剛剛好會撞到木板 頭撞到硬的東西 正常就會很痛 但是小鮑他是不對 但是我知道你在笑 所以現在在家裡 他說都不會挺直腰 說不想自己的頭撞到 那 也不要坐在那床床那裡 是啊 不如不要坐在那床上 又或者你坐在那床上 污前一點就OK 就是污前一點 那頭就不會撞到頂 是 你不用這樣縮的 你可以整個人 用屁股的Hip Hinge 那個屁股的Hip Hinge 前一點 你不用這樣這樣 這個是腳這個是身 你不用這樣彎腰的 你是可以這樣的 哈哈哈 你可以在腰直的情況之下 向前 向前Band少少 哈哈哈 如果你怕撞到頭 又不想腰弯的話 然後他就說 他還有另一個訪問 另一個人的 差點才說 然後社區組織協會 說到那個狀況很嚴重 這樣 他就跟這個脊衣團體合作 脊衣跟醫生是不一樣的 這樣 他一定會說你有弯的 無論如何 一定會說你那個骨有什麼問題 這樣 所有人 因為這個世界上 其實大部分人 脊椎都不是完全連直的 首先我們建議你找回 就是可能一些骨科醫生 可能會好一點的 哈哈 是的 我假設他描述沒有錯誤 他就說 你用這個脊椎掃描器 234名劏房二龍檢查 發現九成有脊骨或者脊椎問題 四分三人頸椎傾斜角度超出範圍 當中近半問題嚴重 同時有四成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高低骨 以及盤骨傾斜 喂 我有 我是不是可以上樓 可以 可以 扮小哥 扮小朋友 我有 另外有這個13人懷疑患上脊柱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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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自認 需要接受詳細檢查 他說 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代表 就說 如果長期處於不當之勢 譬如屁在床上坐 長期低頭用手機 或者很勤力地做幾個小時功課都不休息 這個不會發生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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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可以上樓 他就說 長期低頭或者因為居住環境 導致常常在床上做功課 這個情況都會影響生理弧度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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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肩盤或者骨頭中間壓力會變多容易令它們產生退化問題 這樣 為免我持續退化應該安排我上樓 是啊 但是其實我覺得 醫生都說得挺客觀的 這個醫學院代表 他的意思就是說 攤在沙發 長期低頭用手機 或者勤力做幾個小時功課都不休息 長期低頭 那些其實跟你住床房 不一定有這麼大的關係 我相信這個是普遍的都市人都有這個問題的 其實很多小孩都是攤在沙發那裡做功課 攤在床房 我以前家裡很長大的 但我都很喜歡攤在床上做功課 是啊 我都沒有試過看到別人坐直在做功課的 還有他說如果你做幾個小時的功課都不休息的話 都會有這個問題 我有啊 我很乖的 我一定會做完這些功課才做其他事情的 那你要做幾個小時的功課 跟你住不住劏房 是沒關係的 是因為我讀教學校的功課比較多 還有媽媽說不做完這些功課 不可以看電視 那我唯有就連續幾個小時很勤力地做完這些功課 是啊 然後有另一個劏房戶 他出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輩子迷大都戒開 他就說到 他那個是最嚴重的 那女兒就患了脊著血側彎 最嚴重的時候側彎129度 他就說40到50度已經屬於重度側彎 129度差不多是對折的了 什麼? 我怎麼知道 他這樣說的 你摸定90度 我理解不了 我怎麼知道 他那個人是打橫對摺還是向前對摺 我不知道 我不懂 因為只是媽媽出來 什麼 對啊 這樣 這樣 打橫 S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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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看到 他這樣打橫 S型 S型 這樣 我想可能 我不懂 不懂計算那個度數 但是總之他是這樣 看過圖畫 不懂 這樣 我相信不會說謊 說謊不會說那麼多 他有個圖畫 的確是這樣的 他有個圖畫是這樣的 打橫 打橫摺了一些 大家看看圖畫 這是背脊 不要想錯 S型 我們簡單理解他就是S型 是 這樣 然後他說 現在我女兒做了手術 背部有20顆螺絲不鏽鋼 現在不方便背書包上學 都是我背書包去學校接她回來 其實香港的書包是不適合小孩子 太多東西了 很重 次輪前 如果背書包肯定高不到 我覺得 然後說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就是 這個住在劏房的情侶士 三年來疫情一路在床上上網課 你一路趴在床上 一進去的話 難怪一條腰骨會弄成這樣 上學就沒事了 而這件事跟你住劏房沒有關係 是啊 你住什麼地方都有機會趴在你上網課 是啊 因為你現在通常都是用iPad的 我的電話 小孩子都是用iPad 通常學校都是要求你功課 可能都是用iPad 說實際上用iPad的話 在床上做就好像舒服 比坐在桌上做 如果拿筆做功課的話 我覺得坐在桌上一定舒服 比在床上 因為床上寫會有少少淋淋的 就有少少麻煩 但是如果做 如果以前 我就是自從有些功課 是打字的那些 我就可以趴在床上打字 因為那個角度問題是 如果用筆寫東西的話 我會覺得坐在這裡比較好寫 但是如果用iPad的話 那就會不趴在這裡 我都幾經常趴在剪片 即是剪片的時候拿著iPad剪片 就覺得應該趴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他睡了在床上三年 是的 所以其實你的問題是 你有三年網課 所以令到你脊柱側彎 真的跟劏房沒有關係 當然我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住劏房 所有人都有一個適切的居所 今天就最好 但是問題是 你要搞清楚脊柱側彎 就是不關他的事的嘛 就是當然你說住得不舒服 就是這樣的 窮人不舒服的 窮人做什麼都不舒服的 那大問題是 最主要的問題是 真的不是很關他住劏房 所以他就是住宅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所以那些小孩就真的要 實在上學 還要多些學 是啊 因為上學的時候 你就會拱領著坐在那裡 是的 如果你趴在那裡 你趴在那裡也會被老師叫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相信有人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就會究竟靠你在床上 哈哈哈哈 趴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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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問題 原來就是 其實他們根本就上學花太少 應該要上學多一點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所有這些煮湯房的兒童 應該全部回全日子 是啊 每天放學留下兩個小時 做完工作才走 是啊 功課都有學校做完 盡量不要回家 回家吃飯和睡覺 哈哈 可能都不好 可能一會兒跟你說 我住一間房子 所以窮 吃飯都沒有吃得那麼好 哈哈 學校給他一碗飯就少了 是啊 吃多餐 螢光餐 哈哈哈哈 接著那個組織說 有5萬名兒童 在不識設居所 我上次之前說的 那個不識設房 是在說 大概三萬左右 那 我當你一個家庭有兩個小孩 那原來那三萬 不識設居所裡面 全部都有小孩 哈哈 還有一點幾個接近兩個小孩 那些所有的不識設居所 那些不識設劏房 就是識設那些裡面 應該是沒有小孩住的 哈哈哈哈 他沒有原諒特別喜歡生小孩 原來是這樣 現在建議幫那五萬個小孩 都檢查一隻骨 哇 你想癱瘓醫療系統嗎 哈哈哈哈 還有要給這些 有兒童的劏房家庭 有線上樓 他說是三至十二歲兒童 就是中一做訪問那個小孩沒有份 哈哈哈哈 他說你都長大了 是時候自己搬出去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三至十二歲兒 哎呀生就生不遲 哈哈哈哈哈哈 靈養 靈養過回來 哈哈哈哈 不知道靈養小孩有沒有好像 靈養貓貓狗狗那麼嚴謹的 那個家房那些 你靈養貓狗狗好像 我見人窮一點點 都靈養不到貓狗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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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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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養貓狗狗 我見只是輕輕窮的人 都已經被他說 你供給不到一個好的 好的環境給你的貓狗狗 所以不批靈養給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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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人領養不到小孩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結論完我就覺得 嗯 既然你的家環境這麼差 你們應該多些留在學校 學校這麼好 我覺得 是的 因為你說你要解決要上樓這個問題 就不是一事三合的 因為樓都是要起的 但是你要留堂口義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就應該 如果你說那些老師要下班 既然你這個組織就這麼支持這些人 那你就應該這些組織派一些義工 去幫這些小朋友 放學之後就留幾個小時堂 有些社區中心那些可以放在那裡 就是給他們在那裡做功課那些 是啊 然後就開一些劏房兒童社區中心 就是給他們放學在那裡 坐在那裡做功課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個會解決得快一點 尤其是在那些可能 就是比較多不識設居所的地方 就是可能我都是斷估森水埗那些 就整個劏房兒童社會中心 哈哈哈哈 就是給他們放學去的地方 是啊 總之放學盡量留堂 留完堂之後就去社區中心那裡坐 是啊 那就可以 爸爸媽媽都有空出去上班 就是有人托管這個小朋友 是啊 好啊 讓他們不要那麼多藉口 又說什麼要拼到小孩 所以不能上班那些 是啊 很多的 很多藉口的 那小孩回到學之後呢 小孩回到學之後呢 就開始休息了 然後就準備晚飯了 準備晚飯 早上九點準備晚飯 是啊 對 整個都很忙 哈哈哈哈 打數有五個都會打數 70呎 一秒已經打了完 哈哈 沒有打數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所以 是啊 我覺得這些小孩應該留學多一點 這些組織就應該協助多一點 這些小朋友可以有一個放學之後都有地方去 放學都有人陪他們做功課啊 這樣一舉不知道多少可以啊 哈哈哈哈 是啊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就是你要明白 政府都很希望讓一些人可以快些 可以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現在政府已經很努力 很努力在做的了 是啊 那些什麼臨時房屋啊 臨時公屋啊 那些什麼中轉屋啊 那些什麼東西 但是都未必擺到那麼多人 是啊 你知道窮人很煩的 你知道窮人特別煩的 又可以嚴軟啊 有這樣那樣的 是啊 我們這裏應該都會嚴軟 是啊 買私房那些人沒有那麼嚴軟的 是啊 買私房那些人是可以買全門回九龍灣的 是啊 是啊 但是窮人那些是不行的 我小朋友在那裏上學 我不可以住那麼遠的 是啊 是啊 你經常看到那些受助個案 都還好多幾格 是啊 跟你說之前有派了公屋的 但是呢 我從尤尖望上班的嘛 你擺到我去藍田 我怎麼去呢 是啊 我小朋友又要上學啊 不想小朋友轉學啊 都要派我派近一點的啊 那些 是啊 然後那些社工就會跟你說 哎 那他呢 都很辛苦的 這兩個樣子 很多人都很辛苦的 而且除了住劏房的兒童之外 整個香港的兒童 現在建的那些樓都真的很小的 如果住那些二百多三百尺 那些兒童都沒有空間的 哈哈哈哈 就是不只是他們慘的 大家都很慘的 要不你試一下 那些兒童 看看他們的蜘蛛 有沒有收拾 哈哈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 首先就是那些劏房兒童 放了學之後就留在學校 做功課這樣 嗯 然後學校呢 可能呢 你 有些quota 是給那些小朋友可以在那裡過夜 等他們在那裡住 哈哈哈哈 即是寄宿學校的 你把那個班房 晚上就整理好 給他們在那裡睡 哈哈哈哈 一個班房來就說 分八至十個小孩 其實是可以的 OK 是啊 那些宿舍 寄宿學校宿舍 是十幾個小孩的房子 是啊 那你只要每一個班級 你都預算有十個quota 給他們 可以在那裡住的 哈哈哈哈 就是寄宿學校的 是啊 那我就覺得 其實就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是啊 是啊 可能你就只是星期六日 你才回鄉下 即是回家去探訓 哈哈哈哈 平時一至五 你都在學校過夜的 哦 那你又可以學懂那個自立 又不怕你的腰骨有問題 挺好的 是啊 應該在香港做多些寄宿學校 這些拖廣兒圖 是啊 其實寄宿學校 你不用特別安排很多東西的 你不就做些被舖 在那裡 晚上放了學 自己抓到桌子 抹一下地板 叫餐啊 哈哈哈哈 可以鍛鍊到他們的清潔 做功課的那些 你去禮堂找一張鄧坐下 這樣做功課 哈哈 很好 飯就叫多個那些螢光餐給他們 是啊 做個外賣晚餐 是啊 或者你家人送飯 或者你自己買學校的飯 是啊 哈哈哈哈 對啊 其實要放些小孩做些寄宿學校 這樣就挺好 是啊 不然等一下又跟你說 我的小孩趴在床上綁課 怎樣這樣 這樣就不好 哈哈哈哈 寄宿 寄宿 所以就是 最主要 所以那個主因就是 劏房兒和妖怪有問題 就是因為上學上得少 是 只要上學上得多 那就解決所有問題了 對啊 有時候那些大人都會說 有些劏房的成人都會說 什麼家庭很小 又在搞腰骨有問題 坐得不好 那些可以多翻多些工 其實我想說 坐得不好 你坐得不好 你佔的空間是再大一些的 哈哈哈哈 明明你是要有空間 你才可以坐在這裡坐 就是坐得好 所以你是要有空間 例如我最有研究就是 飛機那些椅子 其實飛機那些椅子 那些人經常說頂腳 那些人是沒有坐直的 那如果你健康地坐坐直的話 我膝頭骨其實你長得高 都很少可說會膝頭骨頂到椅子 然後說那些不夠位 那些通常就是有少了sir去坐那些 那些就說那些飛機那個位 很不夠很頂 所以大家都坐直一點的話 就會覺得那個空間沒有這麼不夠的 哈哈哈哈 怎麼會躺在這裡坐呢 你住那些劏房 你還有位置放沙發 神經病 什麼這麼多地方 可以放到沙發 你放到沙發 還有我媽媽是那些都坐得挺直的那些人 就是她不會躺著 她連有柄的椅子去整個屋子都是第一張 哈哈哈哈 所以我媽媽的椅子應該挺好 哈哈哈哈 所以根本就 你的椅柱側彎根本就不關空間的事 是啊 是啊 所以就是 大家都多學多點 學多點工 你的椅柱就不會偷彎的了 我亦都相信你都可以脫貧 如果你的小朋友每天回到兩個小時 你應該很快可以脫貧 你都可以回到兩個小時 他讀書很厲害 是啊 還有你又有時間可以上班 那些媽媽就可以有空多點拍攤 哈哈哈哈 你少了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不用在家裡那麼久 你都多了時間 哈哈哈哈 寄宿就這麼好 飯都煮少了 哈哈哈哈 爽啊 挺好的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很大部分的問題 然後他們也不用住這麼大了 那個空間也不需要這麼大了 家裡又沒有這麼逼 對於成年人來說應該都挺好的 哈哈 哈哈哈哈 是 沒錯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解決方法是最好的 應該參照一下 是的 就是這樣了 我們今天日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再看看 我們先看看 那今天的課金是 是是是是是 今天的課金是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有林頓的 290 sticke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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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和大家見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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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 你已經很老理 來疚感覺 與不安重盡見責任 邪恶 太熟悉 如何利用善良的人 女谁 与血汗 如同戒等 日夜更 疲力尽 谁会敢依 廉价的一句句加油 谋杀了失守的一切藉口 这世界一早早头 难憑你过错再添伤后 谁会忍心跟你再说加油 纯粹是抹拾别人努力的藉口 失败乃斯 十常八九 不要绝望在成功之前 学会温柔一点对待自己一次 学会温柔一点都可以 学会温柔一点都可以 看完节目记得赞订阅和分享频道 收看最强频道订阅研设时报 好